环保知识要做中学 资源分类不是每个民众问了都知道 但是在环保志工每天都是在做在关注 环保署办环保知识的竞赛 有很多题目不是只是说怎么分类而已这些尝试 像是有一题提到了 1997年国际联合国颁布了什么合约 来控制各国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都是蛮国际观的问题 全台湾2000位的志工PK 来自全台22个县市一等一的环保兼兵 这天一起聚集在新竹县体育馆PK环保知识 不论是团体竞赛或意志问答 将近2000位志工都拿出环保本事 想为共同的家园尽一份心力 因为现在的地球有点就是已经在暖化了 那大家如果可以多用一些环保东西的话 对地球来说的话 等于我们大家都在拯救这个地球 游行政院和新竹县政府合办的 全国环保志工环境知识竞赛 结合日常生活大小事 希望进一步提倡环保意识 希望把环境教育做到最好玩 然后最有趣 把所有的这一些知识 落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尤其是答案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透过这样子让志工除了平常做回收以外 也能提升他们的环境教育 素食天方救地球 而慈禧志工在会场更准备素食料理 让所有人了解灾界也能保护地球 这场温馨又富含意义的活动 已经让大家相约明年再见 大家新闻这场主公林秀琴孙文杰 新竹报导